说人情冷暖素 时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郭琳怀孕了 她坐在马桶上 眉头紧促着 踮着那两条红杠 不停地抖动着左腿 这是她十几年来的老毛病了 一焦虑就会不由自主地抖腿 郭妈的敲门声把孤林吓得一惊 她赶紧用纸巾将夜运棒包起来 迅速塞进裤兜里 故作镇定地走出了厕所 她在理发店找到张红 那个和她缠绵过一夜的男人 她穿着黑色T恤和紧身牛仔裤 腰筋皮带上双G的logo 显得既低廉又恶俗 张红往郭琳手里疲了一眼 皱了皱眉 默默堵出一口烟 不会吧 你确定是我的 郭琳胸口涌起一团怒火 不是你的 有几个行人轮身看过来 郭琳赶紧压低音量 不是你的是谁呢 我最近只喝你那个 张红看着郭琳擦着眼泪 夹着烟的手忍不住抖了一下 浪了几秒之后 她突然反应过来 迅速将尖头扔在地上踩灭 郭琳问她打算怎么办 张红挠了挠头 有一些不知所措 店里有人叫她的名字 张红大喊一声 来了 她轻轻拍了拍郭琳的胳膊 晚点联系你 看着张红离开的背影 郭琳咬着嘴唇 手里紧钻着那根烟运棒 呆呆地处在原地 郭琳和张红原本只是顾客 和理发师的关系 在此之前 郭琳有个谈了五年的男友 吴辉 周五年来 吴辉几次提出结婚 但都被郭琳拒绝了 她是本地独生女 家境虽算不上富裕 但也小康有欲 她本人研究生毕业 在培训机构工作 月入不菲 而吴辉虽然本人也是研究生毕业 工作也不错 但她家在十八县小镇 家庭条件也差远了 郭琳要求吴辉买了婚房再结婚 吴辉却说 现在房价这么高 房贷那么重 干嘛要活得那么累啊 反正郭琳家在市里有两套房 以后反正也是她的 不如现在轻松点 把钱都用来养孩子和享受生活 郭琳对吴辉不求上进的想法 很是不满 她身边那些女同学 哪个结婚时 男方不是买房买车的 她比他们差哪了 凭什么她结婚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闺蜜给郭琳出主意 让她用分手来比一比吴辉 闺蜜说 她结婚时要求老公必须给二十万彩礼 不然就分手 她老公愣是凑够了这笔钱 然后结婚后 一门心思挣钱还债 现在连房子都有两套了 小日子过得可滋润了 闺蜜那句 男人都是逼出来的 触动了过磷 她让吴辉一个月内拿出三十万首付 不然就分手 谁知就这一个月时间 吴辉竟然和别人订婚了 郭琳觉得难以置信 她质问吴辉 五年的感情说不要就不要了 难道她在她心里还不值三十万 吴辉无奈地送送肩 我看到你给别人发的信息了 你说我窝囊 不思进去 不像个男人 郭琳连忙解释 她说的都是气话 怎么能当真呢 吴辉说 她年纪不小了 是该结婚生子了 她爸妈每年都在催 可郭琳一直不同意 她也只能另取他人了 吴辉闪婚后 郭琳变得心如死灰 她想不通 为什么同样是逼迫 闺蜜老公选择去借钱 而吴辉却要和她分手 说到底也许吴辉并没有那么爱她 所以也不是非她不去吧 郭琳伤心欲绝 接连几天跑去买醉 暗似就是喝了点酒 她大晚上去跑蓄理发店 嚷嚷着要剪头发 剪去吴辉最喜欢的一头长发 郭琳是张红的常客了 以前她每次来都是和张红打趣斗笑 可今天她是怎么都笑不出来 张红一边剪她一边哭 张红慌慌张张地给郭琳递纸巾 拍拍她的肩膀安慰道 天下男人多的是 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 姐 你这么优秀 害怕找不到男人呢 郭琳擦擦眼泪 看了一眼镜子里的张红 在两人眼神接触的那一瞬间 郭琳的心扑通扑通狂跳 闭电时张红见郭琳 走路左摇右晃的 提议送她回家 昏黄的街灯照耀在张红身上 郭琳泪眼朦胧的 看着这个散发着光芒的帅小伙 忍不住扑倒在她怀里 两人直接拐去酒店开了房 一个月后 郭琳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既害怕又后悔 她很想打掉这个孩子 可她已经34岁了 如果失去这个孩子 她以后还能不能再怀孕 张红也一直不表态 弄了她整天心里七上八下的 这天周末 郭琳在家休息 她用手机搜索 34岁打胎会不会影响生育 看到很多人都建议生下孩子 郭琳越发地焦虑起来 毕竟年纪摆在这里 她也很想生 可未婚怀孕这事太大了 她该怎么和父母交代 又怎么面对同事亲戚 和邻居们异样的眼光 这时 门铃突然响了 宋货员扛着两项牛奶 站在门口 同时 郭琳收到张红的信息 才知道 她在网上订了两项牛奶 她也叮嘱郭琳多吃多睡 补充好营养 郭妈看了看地上的两项牛奶 又看了看郭琳嘴红的脸 聊到女儿肯定有事 她笑嘻嘻地谈对方的条件 郭琳像做了亏心事似的 赶紧躲进了房间 她悄悄给张红打电话 就问她什么意思 张红在电话那头坚定地说 我只是想对你和孩子负责 郭琳心里涌起一股暖意 她心里是瞧不上张红的 不论是学历 眼界 还是工资 张红都差了十万八千里 可怀孕后 她变得有些感性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怎么都让她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要好吧 她决定让张红明天陪她去陈检 顺便考验她的态度和决心 去医院的路上 张红小心翼地问郭琳 什么时候带她见见家长 毕竟肚子一天天大了 她来这样瞒着也不是个事 郭琳迈不经身地问 那你打算花多少钱娶我 张红不好意思地说 她一个月就挣几千 根本存不下什么钱 如果郭琳不嫌弃的话 她愿意将身上的两万存款交给她 郭琳忍不住撇了撇嘴 让张红先换份挣钱的工作再说 二点工资 以后怎么养得起孩子 张红愣了几秒 接着又咧嘴笑了 医院里张红跑钱保护的挂号排队 给郭琳倒水流太阳穴 时不时还关切地问她 可不可累不累 旁边两个有长辈坐陪的孕妇 忍不住向郭琳投来羡慕的眼光 弄得她浑身不自在 她表面上极力掩饰着 实际上却在心里偷追乐 后来的几天 张红每天对郭琳嘘寒问暖 早晚安地问候着 宝贝宝贝地叫着 把郭琳哄得飞上了天 她给张红发了一个 设计培训班的报名表 让她先在培训机构 把基础打好 等课程一结束 她就安排她去公司上班 张红兴奋地 朝郭琳脸上猛进了一口 还轻尼地拍了拍她的头 张红这般宠溺的举动 让郭琳修得耳朵根都红了 随着两人关系的拉近 郭琳逐渐对张红产生出好感来 有了爱情的滋润 郭琳感觉自己年轻了好几岁 气色都红了不少 她觉得年轻就是资本 张红虽然比她小了八岁 但是在她的指导下 努力打拼几年 三十岁的时候 能力和收入肯定会赶上来的 张红开始上培训课了 郭琳决定带她回家见见父母 顺便交代自己怀孕的事 老两口一直盼着郭琳结婚 知道女儿有对象也很高兴 他们张罗了一桌子好菜 可以听说张红是中专学历 还是个无业游民 郭爸气得把筷子一扔 脸都发青了 郭妈更是毫不客气地 将张红赶了出去 郭琳对爸妈解释 张红不是无业游民 是我让她转行学设计的 培训机构要全职学习 她只能辞职 郭爸坐在沙发上安生叹气 郭妈抢忍着怒火对郭琳说 我们把你培养得这么优秀 结果你就找了这样的男人 还未婚先孕 你太丢我们的脸了 郭琳又气又挠 一怒之下跑了出去 追上张红后 郭琳看她闷闷不乐的样子 有些于心不忍 便开车载她去吃烧烤 以前她和吴辉 经常来这家烧烤店 只可惜 如今已是物是人非了 老板娘热情地和她打招呼 一看旁边换了人 她尴尬地趁郭琳笑了笑 赶紧乘上菜单 老板娘的反应 让郭琳有些感慨 一阵心酸涌上心头 张红一口气 连吃了几串烤肉 她不耐烦地问郭琳 你爸妈是不是看不起我 他们到底同意不同意 我们结婚 郭琳在家受了气 除了还受张红的气 她有一些不满 你要是有本事 他们至于看不起你吗 张红猛灌了几口酒 对着郭琳抱怨 难道 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比如偷户口本 郭琳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这是高中生未婚先孕吗 偷户口本 亏她想得出来 不便父母认可的婚姻 能幸福吗 何况她以后 害得和爸妈 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总不能出去租房子住吧 每个月几千的租金 她负担得起吗 郭琳拒绝了 偷户口本的提议 还让张红去筹十万财力 在她爸妈面前表表心意 说不定 他们看到她的诚意 就松口了呢 在她看来 十万已经妥协很多了 谁知张红却摇了摇头 郭琳看不懂她的意思 不知她是在拒绝 还是觉得很无奈 一场急不愉快的晚餐结束了 郭琳想起张红喝了点酒 被让她坐副驾驶 谁知张红硬要逞能 说自己没喝醉 她将郭琳塞进副驾驶 系好安全带就上路了 好巧不巧 刚开出去几百米 就遇到交警查车 张红赶紧把车停到路边 让郭琳和她换位置 郭琳吓得双腿发软 好不容易解下安全带 刚打开驾驶座的车门 交警就冷不丁地出现在她的身后 张红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但成分不多 属于饮酒驾驶 她举着腰嬉皮笑脸的对交警说 这是郭琳开的 和她没什么关系 交警呵呵一笑 我老远就看到你们俩换座位了 哪边有摄像头 要不要调个监控给你看看 张红见无从抵赖 积极败坏地指责郭琳 都怪你 要叫我去吃烧烤 说完上来就要推伸郭琳 幸好被交警制止了 最后张红被暂购驾驶证 罚款1200元 她一路上对着郭琳 抱怨连连 气得郭琳头昏脑胀的 将她狠狠骂了一顿 两人吵架后 张红一连好几天都没消息 原本处在上缝的郭琳 又是急了 感情可以慢慢培养 可肚子里的孩子却等不了啊 也许是出为人母的执着吧 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郭琳觉得主动找张红问个清楚 她只知道她是怎么打算的 还要不要和她结婚 要不要对孩子负责 张红的电话打不通 培训班周末又不上课 她只能距离一发电 打听张红的住址 她顾不上旁人异样的眼光 拿到地址后 便马不停蹄地赶往红家 开门的是个 穿着吊带睡衣的年轻女孩 郭琳愣了几秒 一脸抱紧地说自己找错了 转身离开时 却听到了张红的声音 谁啊 郭琳冲进房间 看到张红赤裸着上身 坐在电脑前打游戏 她愤怒地将桌上的饮料瓶 扔在张红身上 指着她破口大骂 渣男 你居然脚踏两条船 张红被激怒了 忍不住回嘴 你这个老女人 要不是你主动送上门来 你以为我会打理你 站在门口的年轻女孩 似乎反应过来 她重重地推了郭琳一把 你谁啊 干嘛打我男朋友 郭琳一个娘腔没站稳 直接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她突然觉得 小腹传了一阵剧痛 张红和女友合伙 将郭琳推了出去 她捂着肚子 感觉腿上似乎 有液体流下来 她不敢低头看 头上开始一阵阵冒冷汗 屋里传了争吵声 和摔东西的声音 张红女友尖着嗓子喊 我陪你过了两年苦日子 你现在 竟然拍上一个老女人 张红连忙解释 上次咱俩吵架 我一时头脑发热 才犯了错 我对她没有感情的 我只是看她 有房有户口 工作上又能帮到我 我想搞定户口和工作后 再拉女入户 谁知道 她爸妈不同意 这老女人还想找我要彩礼 你说是不是很好笑 郭琳紧咬着嘴唇 眼泪顺着下巴往下低 她以为借着自身条件的优势 可以让张红安安 愤愤愤地和自己过日子 是不是人家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郭琳被低势司机送到了医院 然而还是完了一步 孩子已经流产了 做完轻功手术后 她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满脸满心都是被凉 回想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从失恋到怀孕再到流产 她仿佛像做了一场荒唐无比的梦 本以为梦醒了就好了 可想来就发现 一切都已经无法弥补了 医生说 她的子宫臂很薄 以后怀孕的几率很低 郭琳盯着发白的天花板 悔恨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下来 因为一次堕胎 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果能回到当晚 她一定不会为那个不值得的男人买醉 更不会随便和一个陌生男人发生关系 只可惜 一切都为时已晚 她希望天下女人以此为鉴 千万不要在遭遇痛苦 背叛和绝望时 选择沉沦和堕落 因为其背后的代价 可能是毁灭性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在这里 我会参照成了Facebook